大家好 我是家聪 我旁邊的是 家聪好朋友 不是好朋友 好啦 掛錢 今天我們有什麼要做呢 今天我們繼續做這個 家聪減肥人機 但今天就有點不同 話說我前面就很沉迷 這個紳士奧江湖M 我就決定今天 我想來一些古代的風格 我那個時代的人 就不穿衣服 但是劇情就是 我是穿越了過去的 所以我是穿現代的衣服 而你呢 但是穿越過去的時候 你會脫掉衣服 我不會 會的 我聽過是這樣 我看過這本書 不說這些了 那我們現在就 首先要叫外賣 你還沒叫嗎 還要很久了 我還沒知道叫什麼 我要看看叫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四號江湖那個時代 是吃什麼 我們叫外賣 我們就要把這裡 把這個位置 令它拍出來 我們就好像是古代一樣 但是由於有限的預算 所以我們真的 可以做有限的做法 我們現在馬上去賣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上網查一下 新少股江湖 什麼潮代 深度分析 少股江湖到底是什麼潮代 那我們看看 金融的十五部小說 你說明這個具體年代 但有四部 是沒有明確的潮代的 連城決合行 少股江湖和白馬 少西楓 所以是他沒有潮代 他沒有潮代 那… 今天就到這裡 到這裡再見 再見 拜拜 他下面有分析 首先是少股江湖 是存在武當派 少股江湖歷史定位 他肯定在明朝的前期以後 所以行了 明朝普通市民一般 日常食用的東西為 薄餅 竹底火鍋 炸雞 飲可樂 沒有 這是我作的 他那些很宮廷菜 但我覺得很難在外賣 叫到這樣的東西 今集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拜拜 不是 我體驗一下 那個時代 我可以叫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我覺得明朝 曾經一定是一間餐廳 可能是在京城那裡 京城門口有一隻狗 然後轉個位 就有一間是賣村菜的 我聽人說 是呀 是啊 是啊 那我們今天就叫村菜回來 還原當時 明朝京城的井前面有隻狗 明朝的少股江湖時候 令胡聰曾經用過來 吃飯的一張桌布 我們這個背景 本來我們訂了一些屏風回來的 但它改不及就搞不到 所以就 這匹布 就是明朝少股江湖任命 曾經用來做土豆的 那它就 哇 這麼大塊適合你用 它用剩了一點 你知道任命就比較小 接著這塊去留給多姐 用來做土豆的 黏完之後呢 你看到現在 那鏡頭前面看 是好像很不像的 反正鏡頭的渾身 你幫你坐下 多些 像不像 也不錯 是不是好像古代 現在 那這些呢 就是智慧幫我準備 這些 模仿古代的 器皿 你看到這碟多像 這木筷子多像 但是那支木叉是 木叉是 木叉是 木叉也是不同的 但是有叉 以前有叉 以前有叉 叉不是西方的 你還要做個木 好像將它 硬是好像古代那樣 那華哥你不要用 用筷子 我們用筷子 木叉好像 走了 你現在先洗掉這碗 我是古代被人凌辱的 那些苦女來的 好 現在呢 就要把這些外賣 放進我們這個 古代的 碟裏 裡面 哇 什麼 蒜泥白肉 這樣 我第一次吃這間 這個是鹹的 我第一次吃這間的 蒜泥白肉 我整體就 我整體就很厚 平時蒜泥白肉很薄 它就厚得像 回鍋肉 嘗一下 就嘗一下 我們不要以貌取人 還有幾碟鬆 對 好像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嗎 超麻煩 超 超久都沒吃到 超久 超久 現在是四點半 四點半 我是沒有吃早餐 沒有吃中午 真的嗎 對 本來我本來回到兩點多鐘 開始 兩點鐘拍攝 但由於我一邊轉場 我要等這一邊 不夠久 喂 像不像 那些泡 那我們要把館 OK了 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把館 最後 好幾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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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又來 姑娘 把這隻鵰 哈哈 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照顧江湖時代 平朝 京城 前面那口井 跟著對面那隻狗 旁邊那間 達里達仔裡面的村材 我們不如先喝一杯 好 姑娘 敬你 敬你一杯 上路吧 你這個是什麼 漿來的 豆漿 OK 先喝一杯 好酒 好酒 好漿 好尷尬 不要加這麼多東西 好了 因為介紹這間 就叫做 我不開名了 我吃完再看我沒有吃 好吃的開名 我們這個就是 蠔仔餅 是 然後這個叫做 涼麵皮 涼皮 然後這個就是 櫻花魷魚的餅 櫻花魷魚 櫻花魷魚 櫻花魷魚餅 口切蒜泥白 口切蒜泥白 口切蒜泥白的學法 可能你拍攝時會比較厚 然後這個是炸雞型 這個很棒 然後這個是韭菜餃 還有這個是 四季豆 對 吃乾麵四季豆 我吃過雞型 這些餅子我覺得很棒 我還有吃過 那我們不如就 你吧 冰吧 就試一下蒜泥白肉 這個 剛剛沒有看到的很厚 但現在我這塊 老實說 不怕很厚 嘗一下吧 嘗一下 不如說 下一樣是 哈哈哈哈 它的味道不差 是真的需要有些肉 但我覺得它還是硬了一點 就是平常那些 再薄一點 我覺得切薄一點 不如就試一下這個 好嗎 這個韭菜餅應該是問題的 我已經吃過了 這個韭菜餅 甜的聲音 甜的聲音 好吃 好吃 這個味道 它是厚一點 厚一點 其實我會這樣吃一塊 不多韭菜 我先吃一塊多韭菜 我這塊多韭菜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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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這間 我只是喜歡吃韭菜餅 這間 我個人認識 吃韭菜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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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神奇 我覺得有點像 之前介紹的咖喱蟹 很抵運氣 有時候出來有個好油 但如果它不是好油 就好吃 我們試完這個 這個我第一次試一下 叫做櫻花 蝦 魷魚餅 這樣 還是涼了 我覺得這個很香 我吃不到櫻花蝦 有些魷魚味 但是魷魚味更正 口感特別是五粒 很棒 小鞋 小鞋 親手 小鞋 小鞋 我自己來 這裏也好 糟了 這次好像吃點東西 我之前也好吃 我試新的關係 我試試這個 涼皮 涼皮是甚麼 即是麵 類似的 都要寬粉 這個好吃 口感很得意 吃起來很爽 你爽 然後 就是所有 我看到你夾了 不吃 小鞋 小鞋 扔扔扔扔 他應該會扔 他應該對到他 我身為大俠 有大俠的氣派 你夾吧 我醒豬 爽 爽 口感 好 開胃 我吃過這個 是嗎 等下吃這個涼皮 辣的 這個 有驚喜 我們很好吃的 好吃的就好吃 不好吃的 我們就說 有驚喜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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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厚 你嘗嘗 青瓜 我想說 它的醬料很好吃 只不過是生牛肉 可以切薄一點 謝謝 希望 不知道你們看到這邊 希望你們看到 下次我會光顫你們的口水 這個我喜歡 過過夜 之後小鞋 小鞋 小鞋 應該正常 我想 我想 我看了紫序 因為這裡挺辣的 對 可以嫁到這個味道 對 我想是它沒有味道 還是什麼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你還在辣 對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吃到這個 它的口感是做到 那種方便四季豆 好 嘗嘗 狗菜攪 你不咸醬嗎 真的不咸醬 真的不咸醬 好吃的 好吃的 但是它不夠脆 不知道是否放下去了 你看它底部 其實它都煎得挺金黃 正常來說吃起來應該是很脆 但是 可能因為它放太久了 整個好吃的 很好吃的 很好吃 它的餡很好吃 有點鹹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因為很香 它這個味道很濃 吃完之後 那種氣味就很厲害 接著我們最後嘗嘗這個 雞翼 這個雞翼 我講真的 非常好吃 但是我都買了便宜辣 所以平時很辣 它裡面也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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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用一次 你可以看看 它那邊是不知為何 但它是特別髒 那種椅子 那種椅子 古代人是很豪邁的 你有沒有看到 喝完這碗直接擲爛它 我又嘗嘗 不要 不要 說什麼 他等了Chu Ting 你怎麼說這個 我還說這個 我還說這個 我沒有 他不知道怎樣拿到台 我沒有 我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就 Chu Ting 做你來吃 做你了Chu Ting 很開心 我跟我一樣 我去看Chu Ting 都是還沒吃飯 是 這個球這個辣 你不要試試 這個真的好辣 我告訴你 你不要試試 這個很辣 因為這個 嘩 嘩 嘩 因為這個 它本身就是冷 所以你不怕因為冷 所以不好吃 那這些其實要熱 但信説 韓式會很棒 或者外賣馬上吃也很棒 好酒 好吃 好看 好鹹 好在這裡 那今天 這個加蔥鹹啡 就差不多了 我就問多姐 那麼多東西裡面 你最推薦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涼皮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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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蠔炳 然後九醋鱿也不錯 九醋鱿也不錯 其實全部都不錯 只是欠了它的肉 但是我想說這個 這個呢 你看到要一分兩塊 開始吃還好 之後吃吃吃吃吃 有多過癮 那個口感 雖然沒有蝦 其實它有 不過很小隻 但我建議它可以便宜一點 不只做個魷魚餅 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感覺不到 我看到有 但吃下去又不好 我就觉得,嗯,如果想问我呢,我这个最惊喜的 接着呢,会是这个,可能我真的是第一次吃 但我推� little bit about the best 它有个炸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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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中共的炸鸿鸿鸿鸿,它就是里面是部分的 还有 démocrate 就不太 flor 那些很一般的 然後是花甲粉 這樣就看你運氣了 我不知道 總括來說 今天我們體驗在古代裡面 試過江湖時期驚城 我頸子還沒吃到頸子 你手進來那裡 青菜撞東西 體驗呢 你覺得怎麼樣 不錯 你說不錯吧 太一般的 我覺得很一般的 我們已經是用最簡單的方法了 就是我們沒有搭過景色 沒有這樣那樣 搞完一段時間了 然後要穿這些衣服 然後那些食物呢 就要你放在這裡 讓我弄得很冷 我覺得要這樣體驗在江湖裡面 裡面是不玩的 真的是玩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即場體驗在江湖裡面 可以做嗎 去玩新少爺江湖M吧 Oh my god 簡簡單 打開電話 玩新少爺江湖M 再點點東西吃 你真的想不到的 是不是啊 就是這樣了 一邊打卡 一邊吃熱辣辣卡去買 你看到已經很生氣了 誰啊 那些觀眾是XXX的 是啊 就是廣告 我沒有想 就是成為Youtube的廣告王 你又叫我Youtube廣告王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朋友就繼續喜歡我們 那就… 告辭